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在2月24号出任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的 他的发言心力被形容为是中国的外交战狼 那么3月12号赵立坚是发推文称病毒可能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 那么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是特别为此召见了中共的驻美大使崔天凯 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 这样的言论提出严正的抗议 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批评赵立坚的言论是中共政府明目张胆的在全球散播假信息的行动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共政府没有办法说明这个病毒的来源 试图逃避对疫情爆发的责任 声明当中还要求中共要让外界全面的获得疫情的真正信息 以避免在中国的境内还有境外全球各地出现更多的死亡病例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战狼的言论引爆美中外交事故之外 中国现在也打出了所谓的病毒外交战 进行所谓的疫情大外宣 希望借此来扭转中国在这场疫情当中的形象 那么究竟中共甩锅病毒源头用意何在 大外宣又是否能够转移外界的视线撇清责任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杨建立博士欢迎您 您好 好的 我们知道杨建立博士 你最近有写信 致函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特别针对中共现在炮制的所谓病毒源头 来针对向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提出提醒 先和我们谈谈 您致函副总统彭斯在这封信当中 主要想要诉求的内容是什么呢 杨建立博士 3月12号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发了引起全球轰动的推 实际上在这之前 2月27号 中南山在广州市政府的一次记者会上 已经暗示病毒的源头可能是在美国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虽然中国感染的病例很多 而这个病例首先是在中国发现的 但是这个病毒的源头并不一定在中国 他作为中国的首席的防疫专家 而且是有官方的身份 在正式的场合公开的做这种表达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但是当时那个国际媒体基本上没有关注 我还查了一下当时第二天也没什么报道 那我就觉得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国际社会没有关注 而我们也非常了解中共的宣传手段 它在国内的宣传 基本上目前来讲是不成功的 从李文亮事件到后来的大国战役 到后来要求感恩等等 到了后来最近的发烧人的这种宣传 都非常的失败 所以他必须把这些矛盾要转到国外 这是独裁者所惯用的一个手段 国内的矛盾很深压力很大 抗议非常强烈 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宣传从国内的注意力 转到国外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是动向非常的严重 而国际社会并没有关注 那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刚刚被总统特朗普 任命为美国防疫的领导人 那我就想应该引起他的关注 所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这信念内容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大家都基本上确认的 或者认定的吧 没有什么科学 没有一个认真的科学报告 来说明这个病毒源头在哪里 大家有一个认知 这个认知基本上是每个人的认知 都认为这个病毒源头就在中国 就在武汉 那虽然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的阴谋论 包括赵立坚后来引用的这个阴谋论 就是说是军人 美国的军方带到中国去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武汉去年10月份 开了这个国际的军人运动会 军运动会上有五个运动员得病 后来发现是这个拉肚子 什么治好了 然后就走了 从那个故事呢 大家引起了一个阴谋论 就是说在这个军运会上 有人把这个病毒带到了中国 是谁呢 很多的这个网上的信息啊 就暗示是美国 那钟南山这么一讲呢 就基本上呢 对这种传闻呢 进行了一个科学上的一种认定和核实 官方的一个核实 所以呢 我就把这种信息呢 给美国副总统 提醒他 就是说病毒的源头 现在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们普遍的认定是在中国 但是中国官方现在认为 不是在中国 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个阴谋论 指向了美国 我觉得美国有责任 敦促这个美国其他国家 以及国际组织 向世界卫生组织 形成一个专家队伍 到中国去调查 或者到人们认为的源头去调查 首先应该是到中国去调查 因为中 病例首先是在中国出现 而且是最多在中国出现 而且大家基本上认定源头就在中国 所以中国应该配合这样的调查 如果没有这样认真的科学调查 把源头确定的话 那这种谣言就会四起 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各国和各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如果你不查清源头在哪里 你怎么防疫 你根本就没法防疫 不能够精准有效防疫 所以那封信是非常简单的一封信 只是提醒美国的防疫的领导人 注意中国的这种宣传动向 而且这个阴谋论 同时呢 我觉得不管即使没有这个阴谋论 即使没有中共的这种甩锅的行为 美国政府也应该有责任 和其他政府一起对这个病毒的源头 做一次科学的认证 好的 这有关病毒的源头 稍后我们有时间继续来谈 不过刚才杨洁丽博士对提到 他致函这个彭斯副总统 美国高层 希望美国来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动向 和所谓的这个阴谋论 我们就要来关注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关注了一阵子了 其实看起来有三个阶段 杨洁丽博士一开始是用在社交媒体上 用一些改造过的图 或是用扭曲的翻译 来把这个病毒的源头架获到美国和其他国家 另外第二阶段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钟南山在2月27号的这个发言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这两位发言人都有战狼之称 现在是用外交部的发言人的推特 来明目张胆的说 这个病毒的源头是美军 像您刚讲的是去年的这个运动会 带到武汉去的 那这样子有关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赵立坚他的发言究竟代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的这个言论 因为他身份是外交部发言人 有这个战狼之称 那我们就要看到他的同事啊 也是另外一位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了 他在问到说 那么赵立坚有关于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的说法 究竟是不是中国政府官方的立场的时候呢 耿爽还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在请教杨洁丽博士之前 先来听听看耿爽这位发言人的说法 各别美国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 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 好的这个耿爽说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 那杨洁丽博士您怎么看 现在我们刚刚提到三阶段 一开始是社交媒体 再来是钟南山 再来现在是两位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揭力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病毒 是试图达出这个 等于是把它嫁祸到美国这个身上 两个问题请教你 一个是有关于病毒源头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追究 你怎么看跟床上说要看科学和专家的意见 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这个事件 事实上已经引发了 从外交来看 引发了美中两国之间的所谓的外交事件 或是说外交事故 好了 因为这个看到美国的这个副租卿 史达伟David Stilwell 已经在礼拜五召见了这个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 来提出严正的交涉和抗议 你怎么看美中两国之间 现在因为这样的言论引发的这个外交事件 还有真正的病毒源头究竟是在哪里呢 江建立博士 好 赵立坚的这个推文 肯定是代表官方立场 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发言人 他的推特是不能够随便发的 他一定是要代表官方的立场 而在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的记者会上 很多记者也问追问耿爽 就是赵立坚的这个推文 代表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的立场 那耿爽呢也没有否认 他只是讲 你们追问我这个赵立坚是不是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 那为什么你们不追问美国的一些国会员 所讲的话是不是代表美国的这个官方立场 然后呢他就讲了刚才放的那段话 就是说源头有对于病毒的源头 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认知 那这个它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我们要尊重科学和专家 所以首先呢 我觉得这是官方立场 因为他没有否认 而且赵立坚作为政府发言人所讲的 就是官方立场 第二就是美国有一些国会员 像这个科腾这个参议员 Cotton 他一直在追问中国的原 这个病毒的源头 就是这个追问是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确定 源头到底是出于海鲜市场 还是这个实验室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 你根本 因为中国这么多病例 首先发生的病例 中国政府有责任 首先进行科学调查 来告诉世界源头是不是在中国 是在中国是在什么地方 怎么发生的 没有 没有 当然大家就要质问 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迹象 证明就是指向了一个什么 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有很多管理不善的地方 又和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距离非常近 等等 这个不是这个国外的人说出来 是中国的顶尖的生物学家 因为辩论所揭露出来 所以当然世界有任何一个人 包括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有理由来质问 到底你的源头在哪里 你必须解释 有这些疑问要解释 而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所发表的言论 它基本上代表民间言论 它不代表美国官方言论 这是中国政府必须了解的 那美国的白宫或者国务院发一个推文 说是中国病毒的源头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这就成为问题了 这就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指控 但是它是国会议员 它基本上属于民间言论的这么一个范畴 这是这一点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源头的问题 我非常同意耿场所说的那句话 它是个科学的问题 它应该进行科学调查 科学认证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 从1月3号 美国就开始要求派专家去中国去援助 然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也到了很晚才有专家去 而且根本没有到几个非常关键的 这个场所去做调查 那么如果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承认 整场所说的话是对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那为什么你不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 这就是我给那个彭斯副总统的心里 所强调的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说美国政府你也有责任 既然你被指责了 你即使没被指责 你也有责任 来这个敦促国际社会 形成了一个科学的调查 现在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被感染 现在连源头在哪里还不知道 我们这个整个人类怎么可以对这个疫情进行精准 和有效的进行这个防疫呢 那现在呢 科学的认定先不用谈 从各种迹象来看 从人的常识上判断 这个源头肯定是在武汉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赵立坚的这个推文发完以后 不仅是引发了美国和中国两个政府之间的这种严重的冲突 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怒 包括很多不反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媒体 都一致性的就称武汉病毒不再成为新冠病毒了 直接称就是这个病毒为武汉病毒 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美国朝野的反应 现在呢 即使常识告诉我们 这次病毒的源头就是在武汉 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欠世界一个解释 美国政府欠世界一个解释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欠自己的民众一个解释 而世界卫生住址 欠全世界一个解释 就是源头在哪里 为什么你们不采取有效的行动 先解决这个问题 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 到底病毒的源头在哪里 当然就在我们大家等待这个真实的这个科学探究这个病毒源头 究竟在哪里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外交冲突已经在不见得升高当中 甚至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科顿 除了他之外 事实上还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已经用武汉病毒这样一个词 甚至连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中都用的是这个外国病毒这样的词 当然在等待科学验证的同时呢 这个必也正名呼正名也是很重要的 两方针对这个病毒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 这边中国说应该要用新冠COVID-19 要用一个科学的名字 但是美国这边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高层官员 还有包括刚刚您提到美国国会议员 都开始频繁的使用武汉病毒 甚至中国病毒这样的词 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美国高层官员不断的使用这样子武汉病毒的词 试图要证明 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反对派的人是认为说 其实用这样的词讲说这个中国病毒 或是说武汉病毒一直强调这个中国跟武汉的话 其实是对中国有歧视性的说法 不晓得就此的话 那杨洁丽博士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好 从中国的这个媒体 官方媒体上来看 它最早的报道就是武汉肺炎病毒 到了后来 在这个宣传上它有了一种主导思想 就是要甩锅 甩锅是它的主导思想 首先是内部甩锅 是这个习近平把锅甩给基层官员 然后进行这个打动员 然后把它说成是人民战争 然后又为人民领袖在指挥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然后呢再甩锅 给什么呢 第二阶段就要甩锅给国外 所以它的主导思想 在宣传主导思想 发生了这种改变以后 中国的官方媒体开始使用这个 这个名词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它就说是新冠病毒啊 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称呼 然后呢 它非常警觉的对于外界 使用武汉病毒这个词 因为它觉得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宣传战略已经确定了 要把锅甩到国外 甩到美国 你要是再继续称武汉病毒的话 那不就这个锅甩不成吗 所以它对用武汉病毒这个词汇 非常的在意 而官方提出几次的抗议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常识告诉我们 病毒的源头就在中国 就在武汉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 为什么到了现在不承认呢 是因为它这个宣传战略 发生变化以后 它开始不承认了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朝野 还有各界都用武汉病毒 是比较准确的 也基本上可以说明 这个它发生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仍然在这里强调 你不管它叫什么 这个病毒的源头 不会因为你叫什么 它就是 就一定是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 为什么世界各国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 不认真地对待这个 这个源头的问题 进行这个彻底的科学调查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 一直是拒绝国际的专家 去做这种调查 为什么不配合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都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中国的宣传 当然我们知道 它背后有很多的背景 但是我觉得 美国应该在官方 也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必须反宣传 反宣传的第一个举动 就是称这个病毒的源头 在武汉 就称它武汉的病毒 这是一种反制措施 所以这种反制措施 跟随的应该是 有其他的一个行动 好的 刚才杨建利博士 特别提到 这个中国我们也看到 它立场在转弯 应该是承认 现在又不承认 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外交战略的一个转变 稍后我们再就这个大外宣 继续来请教您 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网友 也呼应你的说法 发表了一些评论 我们来念几位网友 再请您简单的 稍微回应他们一下 China Free这位网友 他说武汉P4实验室 病毒泄漏是 所有质疑中 最靠谱的推测 他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中共政府 极力打压 不让谈论这个部分 反而现在是倒打一耙 赖到美国头上呢 那么中国自己不公开 不让谈武汉P4实验室 反而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 来甩锅到美国 这是China Free 他的个人看法 另外还有一位 利害国的屁民这位网友 他说如果是美军带来的话 他质疑 首先大规模传染 他认为应该就是美军 和其他各国的军队 那么为什么现在外交部说 是这个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 他从这个实际的例子上来讲 说是不合理的 因为现在看到 除了这个美国之外 我们看到其他各国的军队 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 或许还可以证明 但现在看起来是只有中国的部分 是疫情比较大的 另外还有这个网民 通名这位网友 他说目前看中国公布了 这个病源的源头 但是美国还没有 他认为这对美国很不利 这位网友有不同的看法 还有一位哈哈这位网友 他说是美军带来的病毒 那干嘛还要进野味呢 还帮着老美隐瞒三四个月吗 这是一些网友的不同看法 要不要请这个杨建立博士 很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们网友们的评论 我觉得这些网友都非常敏锐 非常敏锐地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共识 一种常识上的共识认证 那这个如果说病毒是由美国军方 带到中国去的生物武器 那美国政府应该最早的采取措施 进行防范 而不是到了很晚已经被批评了 他这个采取了非常这个有力的措施 可以说美国有力的措施 只是在昨天还真正的采取 所以美国政府的这种反应也受到很多批评 如果美国政府有意的把病毒带到中国去 他应该第一个防范 应该像北朝鲜的金正恩那样防范 应该像这个俄国的普京那样进行防范 从这点上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锅甩到金正恩 甩到普京身上 还有那么点意思 但你甩到美国身上 实在是有被常识 另外呢 有人揭示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中国在武汉进行了一次防病毒的演习 所防的病毒就是新冠病毒 大家就产生了联想 就是说为什么你在9月份 要进行防新冠病毒 而最早的病例现在是11月7号 最早是11月7号 最早是11月7号 这些事情都联想起来的以后 大家自然就要疑问 就是说这个病毒是不是 真正是华南海鲜市场 动物身上的病毒 这个传播到人身上 还是其他的原因 大家有理由啊 因为这些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所以从这些常识来讲 我们已经非常确定的 这个病毒的源头 就是在中国 就是在武汉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刚才几个网友所讲的都非常好 而且非常敏锐 当然除了现在我们关注到 这个病毒源头两边的说法之外 包括这个战狼的这个甩锅论 阴谋论啊 也注意到其实刚刚 就像您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现在的中国 整个外交战略似乎也在做变化 根据这个疫情在中国境内 还有世界各国的这个消长 他利用这个疫情的变化 采取一种这个主动向外出击的一个做法 这个大外宣的做法 包括我们看到他派一些人员到意大利去 展现一种要去救援意大利的这个姿态 那么现在因为美国的疫情也很严重 那个美国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之下 你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大外宣 还有美中两国之间处理疫情 是不是也是一种制度上的较量呢 杨洁丽博士 最后两三分钟 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 那就是大家要比较 两种制度对于防疫方面的表现 那最明显的一个比较呢 就是台湾和中国 那当然中国这个在防疫方面表现 比台湾差非常非常多 那有人也问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不惜引起外交上的冲突 造成国际关系的这种这个灾难 来进行这样的大外宣呢 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从防疫从疫情发生以后 中国政府习近平 他的形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 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 几乎是不可能挽回的损失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 他的内宣出现了很多的失败 根本没办法像以前那样 有效的影响民众 而且民众的反抗声音 这种反抗声音从民间 逐渐的走向党内 所以习近平政权 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压力 他要想办法在国际上 找一个非常方便的敌人 把这种注意力和这个矛盾 转向国际社会 来这个缓解他在国内的权力危机 这是他的主要的原因 好的 感谢杨简利博士 在这个上半场话题结束之前 我在念三位网友的评论 让大家思考一下 然后我们就转到下半场 来关注香港的人权话题 王贝贝这位网友他说 关键美国搞的病毒 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帮着隐瞒 还要抓吹哨的医生呢 央视还辟谣防疫中心还不上报 是为了什么 这是他提出的质疑 汤米这位网友他说 共产党政权一贯的做法就是 所有自己造成罪恶 通过宣传来引导欺骗人民 甩锅外部势力 自己变成是无辜者 小事怪日本 大事怪美国 军事威吓下台湾 还有一位网友这个说 美军如果是投毒的话 那为什么不投北京的政治中心 上海金融中心 直接瘫痪城市就好了 为什么要投毒武汉呢 还拖到春运大爆发 这是网友们提出的一些质疑 或许我们节目 稍后还有时间的话 会继续请来宾来回应 不过我们上半场的话 请在到这边暂时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 特别关注了香港的人权状况 我们一起来关注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